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最新的報告指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將使未來一年的全球經濟成長 減少一個百分點以上 如果暫時持續的話 將會導致俄羅斯陷入深度的衰退 造成全球物價通膨超過百分之二 而至於英國央行十七號 也決議要升息一馬 以對抗數十年來的通膨高點 俄羅斯戰爭持續 全球經濟面臨危機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十七號提出報告指出 這場戰爭將使未來一年的 全球經濟成長減少一個百分點以上 OECD表示 由於歐洲強烈仰賴來自俄羅斯的能源 因此對歐元區的經濟負面影響更大 美國的影響則相對較小 OECD還指出 衝擊的程度部分取決於 戰爭持續的時間 OECD的警告 假如俄羅斯和烏克蘭小麥出口完全中斷 將大幅增加貧窮和飢荒的風險 希臘上個月的消費者通膨指數達到百分之七點二 創二十五年來新高 原物料成本大增 店家只能反映在售價上 面對通膨壓力 OECD指出各國央行應將重點放在貨幣政策正常化上 並在出現重大壓力時進行必要干預 以保持金融市場運行 而在美國聯準會宣布升息一碼後 英國央行 英格蘭銀行也預估 四月的通膨率將達到百分之八左右 因此十七號也決議升息一碼到百分之零點七五 也是連續第三次升息 來對抗數十年來最嚴峻的通膨危機 公視新聞政委員願意